上一張 對不起 上一張 為了配合這個 所以一道為物區這邊是 種的是那個亞歷三大椰子 這邊剛剛種了幾 大概種了四五顆到六顆左右這邊 所以我們把我們這邊的 行道樹這邊的部分 我們把它改成比較容易生長的那個補虧 那樹形有點接近 然後來配合這個跟它的關係 這個部分就是說 因為我們實在在那個人的視角上面 視角會看到上部份的建築物 會比較有一些視覺上的互相關係 所以我們決定在這個上半部的地方 然後有陸陽的地方做成花檯 花檯那個讓它綠化 讓這個綠能夠簡易建築物 那個人工的一個磁磚的感覺 然後我們做這樣配合 我們主要是在坤口主機的該遮蔽的部分 我們都把它做了一個處理 這沒有問題 那這個是比較特別的是主要是 我們在這個進出口大廳的部分 再往前這個八五 這八五再往前就是余大尾 那這個地方我們就呼應這個所謂的 一個格子 它的分割 大廳這邊進出的分割格子 就跟日本時代還有一大約過去的格子窗 做一個呼應相同的感覺 就把這現代建築物跟古典的元素做一個搭配 那這個部分就是說 這宇大尾故居上面的寡 那我們把這個最靠這邊的這個側牆 我們做了一個寡的拼貼的方式 像這種形狀 那這個跟中國大陸皇宿 在做很多建築的這種黃 做成一個牆壁人數很接近 比較有呼應 OK 那這個角度問題我們來看一下 就是實際上看到的角度 就是說我們從那個平視角來看的話 就是因為六米路其實它那個 它能夠看到的部分比較會有限 就是說六米路平視 我們看平視的話 那它就會看到我們這個房子的情況下 平視然後十五度的關係 那如果你要抬頭 我們要這兩角的時候 才會看到這個建築物在這個地方 但實際上 實際上待會我們會在開場 那這個也是一樣 這個平視是這樣子 但是剛才講到說 已經通過那個十五樓在這裡 所以剛才我的仰角看不到 其實他們都看不到 因為被這種擋住 那這個是那個古蹟的負荷的物點 我的物點 仰角 好 謝謝 好 謝謝 對不對 台大有沒有補充 沒有喔 好 請各位委員來表示意見 請你打開 請你打開 這個案子因為 不做得對 上次上 但是四樓的檢討也不清楚 就在那個監測器的這邊 你看到那個報告二個八頁 你也做那個 不同距離的那個呈現量 這個呈現量標的ABCP這四樓的點 這個就是在我們那個 基地跟那個 二十二項四號之間的那個 距離 距離的一個同一點 但是在前面組上面 可能在組中以後 他標示一下 你那個ABCP四樓的 到底是在哪裡都會 做得做得很通 好 那我主要是 一個建築的量體去做一個落畫 有幾個問題請教一下 就是說你有提到特別說 在幾個露台上面去做一些 去把整個建築的量體去做一下落畫的 去做表面上面的一個材質上面的一個 有非常遮蓋 所以說我們去做一下原畫 那在簡報就圖書第19個月 其實有個仰角 它那仰角就很顯 可以看到兩節 就是某一個高的子以上會有 那下面的話就比較沒有 那我不知道你們在選擇樓層去做 那個露台立畫這件事情 它大概有標準 包括視角上面來拿 大概是什麼樣的一個想法 好 謝謝 來 繼續 委員還沒其他意見 好 來 請先委員 那個是你們這個 今天這四頁和主角 比方說這個 就是設計這個第二四頁 你們有很多的模擬 這個四頁的模擬 景觀的模擬 模擬是半天 你把這圖放在上面 就是二四頁 這個模擬感覺上好像在一個 渡角成的海裡 你看這個A圖跟這個下角 反向都在海邊 跟這個視覺的模擬好不一樣 好 謝謝 各位 還沒其他意見寫在一起 黃國議員 主席 各位 還有黃舟師 在第一次審查的時候 我們曾經有在書面意見上面 請你們按照CENST條文 三個事情來進行回覆 當然你們做了視覺的模擬 包含那個捧面的部分 可是你沒有證明你沒有 就是你如果遮蔽它觀感的通道 你必須要證明 你必須要針對這個事情說明 你不是丟一個捧面圖來 我們就知道它一定沒有 你必須要做文字說明 所以依然目前看起來 你們對於那個三四條 跟那個主條的回覆的部分 並沒有清楚說明 再來如果還有三八條 那個部分 總共有六項 也麻煩介護師 按照那個部分 六項的部分主條說明 我是說文字跟文件的部分 好 謝謝 還有沒有 好 請 我覺得就是剛剛請問 想到那個模擬的視角度問題之外 我也覺得對這個骨盔中的 到底是要不要中骨盔 會適不適合 因為你這個地段那麼多 我覺得可能還是以這邊 有一些副程式的指在方 那旁邊有這樣 雖然好像有兩顆骨盔 但是以在這裡 我覺得中那一排的骨盔 對都市綠化還有它這個 原來那個整個這個 綠地的那種大樹 其他那還有一些樹的那個 是不是很適合 我覺得是可以再檢討一下 因為這個 對啊 黃岩子 那種樹跟豬盔 你還是查遠到 雖然有兩顆骨盔 我覺得中一排好像感覺跟 跟這裡的這個整個氛圍 不是很協調的 確實有點比較 還在一排這樣這個整齊的感覺 這樣 建議再思考一下 好 謝謝 以上有五位委員 五位委員來不表達意見 家綺那個建築師說明 首先我們在那個弱化的部分 就是在那個 就主要是本來我們是白色的部分很多 那我們把白色的石頭跟石磚 都把它換成那個灰白色 顏色比較接近 就是我剛剛提到的那個 那個故居的那個顏色 它已經被吸成那個灰白色 所以我們把那個顏色已經 不會那麼白色的 那麼突兀的那個東西 已經把它弱化掉 第二個那個弱化就是因為 我們在那個露台的部分 就把它做成花台 我們主要是在中間 建築物剛好一半一半的地方 但可能大概11樓開始 就是都做露梁的地方都做成花台 那會有辦法的那個植物 會有自動噴灌來維護這個濾化的部分 那我剛剛提到的說 主要說因為它是要抬頭看的時候 大概11樓部分我們是做的 那我們覺得說 失落一下就沒有必要 如果說有需要的話 那我們失落一下要做也可以 那這是綠化的部分 那剛才提到的那個 那個3、4條主要說 不得遮蓋外貌或是阻塞 它的觀賞的一個通道 其實觀賞通道我剛剛提過 就是說是從和平動物進來的部分 那我們是屬於在最後端 可能是背景 是背景 然後第二個說我們 我們是在背景 其實它也沒有去遮蓋到 我剛剛我們有一張那個 不是 你給我看一下 下一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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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說所謂遮蓋的話 我們建築在這個地方 那其實它在這個地方 所以我們沒有去遮蓋到它 主要是那個觀賞通道 從這邊過來 因為這邊 新艾路這邊車多 而且那個比較 人相對比較少 那個人流 那那個 通道的觀賞都是從這邊過來的 所以我們是處於在最末端 所以對於遮蓋的部分 跟阻塞的部分 我覺得我們這個地方是 應該是相對上 比較明顯的問題 因為到最近端 後面就沒有 後面就高架橋 後面就高架橋了 有關覆規的部分 如果我有意見 我們可以做修正 覆塵綠化的部分 我們做修正 這個 都回應完了嗎 是的 這個 有個精製系統 那個要補充嗎 不用 補充就好 好 各位 各位我還沒想一天 沒有我們在填 這個意見什麼 謝謝 剛剛可以說話單位 意思是說這裡是最偽端 其實對於進路來講 其實這邊是路口的地方 因為現在很多人 很多人知道 郭文財區是從不夠路口 所以我覺得這個部分 還是要考慮 不能把它當為 這個想說最底端 這樣的思維方式 所以其實像一些 剛剛大家提的警方奴民 這個部分還是要這個 這個考慮才行 好 來 請 稍等一下 請問 謝謝 謝謝 事實上 這個地區 不是遇到不去 因為最近 反正我委託 王老師 針對這個地區 包括英文 包括周邊 他有一個 有一個 大部分的 大家 有一個計畫 我們是希望 在這個計畫 裡面 能夠給他 這個計畫 民主的這些 我覺得 絕對不是 只有一個 他影響 是整個地區 因為這個 都市計畫 都市的 都市當中 裡面 就有一個大位 這個 這就是 我們 可以考量 那這樣的話 可以考慮 謝謝 謝謝 這個部分 就拜託 黃偉爺 那怎麼說 這個部分 其實 雖然我們現在從文化局的角度 我們可以從這個角度來思考 但是實際上 像他最近造成的問題 是因為他又得到了很多獎勵 所以這個部分 我們可不可以提議 就是說 比如說 都發局在這個區域裡頭 就是他原來應該有的權益 當然是應該有 但是呢 是不是 如果這個部分 再用獎勵的方式 好像就不太恰當 所以 我們是不是也可以提出 這樣子的建議 所以 其實呢 假的就是說 他可以移出去 然後可以移出去 但是 他不能再移進來 既然我們 任何各地的地區很好 結果 連外面一直移進去 結果 這個案子 其實為什麼 會變成這樣的高度 就是因為 他接受了很多獎勵的關係 所以我覺得這個困難 對人 也可以在今天會議所 繼續這樣 來 請那個文化局說明 那個 主席跟委員報告 我們審的 主要是 一文之法文化局審三四條 雖然四條的那個關閃通道 主要是你正面門口 沒有把它擋起來 所以他會從正面門口的視角去看 說那個是在最末端 是在後面 那第二個問題是 後面可不可以長起來 有一棟大樓 其實原則上沒有 說不可以 那在這一棟 所以現在其實的審法 就是後面的大樓 大概三樓一下 張文正老師他建議 是不是那個羽繪 要跟那個前面的建築一樣 那三樓以上 就會有一些用植物啊 用一些方法去遮蔽 盡量讓他樓 那至於其他就是說 都市房產局要不要移進來 那可能不是這個委員會可以處理的 那是全市一致性 好嗎 謝謝 好 謝謝 來 我們來填這個 一線條 來啊 7 문走 hen 打轉 來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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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出席委员18位 18位当中16位同意 两位不同意 所以同意的委员已经超过半数 本案同意 本案同意 我想台大这边 我刚刚从建筑师的报告里面 我感觉建筑师好像不熟悉 我要提醒台大你好 好好跟建筑师沟通一下 我们案子是通过了 但是我要拜托 这个台大这边还是要 不能完全就是用于 两个压制建筑师好好沟通一下 我看有一些好像不是很了解 拜托拜托 这个工作都很重要 好谢谢 下一案 审议案2 案由历史建筑广和堂药库 修复在即再利用计划审查案 即历史建筑移称变更审议案 提请审议 依据文化政筑保存法第十八二十四三十条 武器修复即再利用办法第十三十九条 历史建筑纪念建筑登陆庇止审议案 及服务办理 办理行刑一 本局98年1月7日公告登陆广和堂药库 组合历史建筑 所有全人依文化政筑保存法第十四条规定 于109年4月17日提送修复即再利用计划 本局于5月15日召派相关审查会议 会议结论为 1.109年10月28日本局检送书面审查意见 所有全人于同年11月27日提送修复版计划 本案续送准审议会审查 相关会议记录请详参复接 办理行刑二 有关所有全人申请历史建筑名称变更事宜 本局于109年11月6日召开审查会议 会议结论月1 提出三种方案续送文字审议会审议 方案一 维持原登陆名称广和堂药库 方案二 更名为较中性之名称抵化街一段207号电屋 方案三 彩折中方式抵化街一段207号电屋 发布原广和堂药库库 公告登陆理由 第一项建物为1950年代的建物 依所有权人提供建物所有权状 建物完成于1962年平坡51年 续送文字审议会修正内容 接着看到98年公告登陆资料 本案地及地刑履 以及本案建物现况照片 你办一 本案修复及待用计划 提请本省议会审查并一审查决议办理后续 二 有关变更本案历史建筑名称及修正登陆理由案 提请本省议会审议并一审议决议办理后续 接下来由迷化207国务馆 为我们做简报说明 各位委员大家好 由于所有权能陈国陈女士 目前正在居家隔离当中检疫 所以就没有办法亲自到场 来为各位说明这一次的修复在内容计划的审查 及历史建筑变更的审议案 那我们的计划的源起及目的 我们在2006年到2010年间 其实由呂大吉老师已经帮我们做好的一个 关于书发集中间所合定一个都市审议的修复报告 那但是在2016年呢 我们春楼城女士成购了之后 那以平化207国务馆作为引誉 在2019年的时候呢 说到文化研究公司需要再提送一个 修复及再利用的报告 所以才会有了这一次的一个 审议的一个情况 其实有点像是独剑这样子 因为在